那 現場能不能看其他路 大概幾歲 這個是我們那個 集電工的總統 這一次是我們師父 一個總統 一個難做的事 把這個 集團 兩個 經過這樣的展開 把我們再去的了解 順序 我們現在 目的檔期的部分 是 GMU 2,38 組的組織 但是我們希望運用到全車型的部分 就是538 組織 如果能夠 或者是新購的車輛方面 我們用實開化的原結 搭上車下來 這樣才能達到我們這個 產業國產化的目的 這個 在你的右手邊是我們的公園 各位公平好 這邊是公園 那這邊公園開到這台車是 國跟臺灣高鐵共同研發的一台 回到懸檢用的機車 那基本上看到幾個電力的方 那個功能主要是 其實懸檢機車之前看的 是國外進口相當重 所以需要多人 黃市書籍需要多人翻譯實用 那我們這台車的便利機代表 我們更新駕駛做一個實驗化 而且我們可以做兩節式的分離 一節只有60公里以下 所以只要兩個人出行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可以輕易地翻譯到改造上 然後快速地做出裝 那接下來就是說 有一個便利化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這個座椅 基本上傳統的機車 那必須要去做一個整台車的幻想 那我們這個好的設計說 我們只要座椅 今天往上一拉 那個旋轉 那基本上我們座椅 只要轉方向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面向的行程 搭配電動化的系統 而且我們的系統 也可以自動判別方向 所以我們使用者 不需要去做一些檔位 直接把電動前進 變後動作都可以前進 我們只要一轉過來之後 系統自動判別 就直接翻譯之後 使用者繼續 直接隨我們 就可以直接往前進 因為有方向的那個環繞 環繞式 另外就是我們跟商品 共同開發一個軟體APP 那這軟體APP 可以讓巡檢的人員 在尾道上 可以立即的發現狀況 立即用APP 去做拍照錄影文字 或錄音等等的紀錄 然後可以立即回傳到他們的貨品 那它情況就是 可以立即直到全線 發不出去的這些巡檢 就說現場的即時狀況 然後就可以快速的做一個對勝 或過去的維生 所以就這部分 可能高頂科系 應該也可以再做更多的引用 不管自己有一般的灘災之外 或另外一些可能日常用的一些檢視 等等 都會用在支撐去做使用 沒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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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公司的路線 那 因為長官我們去玩 拉長 那左手邊的排列 也是一個 十五個組件的部分 那 任管的部分 是關於我們這個 煞車系統 還有一些器人的部分 完全用這種任管來做傳說 可以長官 這也是我們開點的部分 那 合成超華 那 我們這個懸掛軸承 是 財政機車主主 所使用的 他主要就是說 做軸承 這個是類武器 它可以去做模式 柔號的動作 會不會去傷到我們的 懸掛軸承 那個軸承的部分 對 軸承的部分 車重的部分 對 對 軸承的部分 對 軸承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都有國內的業者 在做開發跟 生產 對 那我們希望有更多業者 去做這些研發的項目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是我們機場的設備的部分 那 除了火車的基調部分外 我們場內的 許多廠房的設備 也需要 還有 國內的業者 為我們開發 機 對 那 我們火車有蠻多的部分 像 頂申機的部分 還有 負荷棠 剛來的 赤房的部分 還有我們 火車的 火車的車輪 讓我們要做一個喧囂 定時的去矯正 那所以 需要這種的設備去做 我們 我們台北機場的維護 這個部分 對 那 有什麼關係 那 在 在 在 掌發的六小邊是我們這個 中科院 對 我們現在的台北有蠻多的案子 跟中科院在做配置 對 包括剛才看到的 急電工 還有火車招 對 包括急電工上面 還有 暗刷也有在 中科院在做 中科院在做 對 我們順便想 來介紹一下 之外 一 三 一 閃 二 二 一 我先講來一點 好不好 他 我先講這邊好了 我先講這邊好了 好 今天是我們目前在 軌道前 然後工業開發的跟橡膠線 也有相關的 就是在轉向夾下面的所謂的一次懸吊跟二次懸吊 那都是為了一些舒適性的一些固定 防水 氣密 隔音 都是橡膠線 那其實橡膠線開發通過有蠻緊的能量 比如說我們這邊看到 我們是從高峰級的材質鑑定 地下根本就是塑膠配方的開發要測試 就是往前完整的挑戰 那當然是做完之後我們會找協力檔案去把它測試 然後協力檔案不夠 那其實在回到開業最難的事件 還有防火耐燃DAP 所以車跑得快速快速重要 安全最重要 所以所有緊急到回到開業的之間 橡膠線就是 這個是第一個跑 然後第一個跑 第一個跑 第一個跑不起來 第三個 煙的濃度是 沒有毒性 然後煙的濃度 就是進入很大陸業 最基本的標誌 那我們也有發展一些 什麼的 八尺的一些 Grease 可以用在一些很快樂的路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它超級多的 而且這是真的你知道嗎 特殊的環境 台灣第一個高溫變得多餘 這個Grease 是蠻適合的 高溫多餘的環境 所以可以看到 所以當初是為了一些 飛彈系統去開發 那現在馬上 可以用在軌道上面 那 補的部分帶來這邊 這邊可以看到是 提電工程序 目前無所的 觀點是什麼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這次是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現在我們介紹一下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是財道以及觀點研究所 的 探究室主任 我會看到 今天我們就這樣 向你們介紹 這個設備 我們圍造 圍造產業 這個實際上就是 高鐵的一個 集電工石 零子建 從這個圖長看來 我們現在 高鐵的第四節 第九節 上面就有這個 集電工石 系統 那上面有一個 包裝 長短接觸片 一接觸片 封角跟連接板 那這一套呢 這主要的 我們是把 高鐵 兩萬五千 的電壓 從導線 來到我們 車廂來使用 那這個 這個看起來 是一個很普通的 機構 現在實際上 這是一個高科技 這是一個粉末 也是做成的 經過很精準的 燒結石成 搭上架構 它能夠耐 它主要的性能是 耐磨耗 高長度 高硬度 最主要的是 在高度的時候 它會讓我們這個電 很順利的 能夠傳到 這個燒結上 所以說它還必須要 是低電池 另外呢 除了這個 節電工之外 我們還有兩個 叫做 車輪咖啡 這個 這個主要是把 車輪 這個 高鐵 這個 車輛的車輪 避免結尾的 在這個 路程之中 把它 車輪清潔之用 讓這個車輪 跟鐵輪之間 有個比較緊密的 結合力 其他的話 包瓜 結合車輛 跟載體上面的 螺酸 螺帽 車輪 跟電圈 這些看起來 都是一個 普通的零組件 但是實際上 這都是高鐵上 重要的一些 關鍵零組件 高鐵來找我們做 第一個 它這個 坐著非常順暗 屋內場上 大概有分 第二個 原廠交過時間長 第三個 它代價高 而且這些都是所謂 定根件 就是一到的時間 它就換掉 不管它壞或不換 所以說呢 這些產品 都是我們張德院 第一 國內產業 軌道產業做的 那現在我們 除了替高鐵開發之外 我們也要為 台鐵開發 也要為捷運開發 這些都是 類似的技術 只是它的形狀 或者說它的材質 稍微的差異 我們希望 我們這份 在國防上的一些 國防研發的成果 能夠轉移到民間 可以替民間的回到產業 能夠 貢獻我們的力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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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 這也是 光達 就是雷射雷達 這是現在無人車上 大家看到的光達 那是中間自己發展的 那這是我自己發展 那個 鐵路平交道的 一個 偵測系統 那就是 鐵路平交道 我們把它安裝在 這間山路平交道 其實我們有兩個 平交道像 目前在實測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就是 目前火車 火車 鐵路平交道 實際的影像 我們這装了兩個方法 如果 如果是 就是 火車那個 這亂板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錯證據 那如果說 有一床路人 那我們就把影像 找到 上下有的 一公里之外的 那個 駕駛員 駕駛市民 然後就會看到 鐵路平交道的影像 這張是 其實如果是一隻小狗 還是一個 當卡車 還是一個 它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這是一個 很像傳承 跟戰路偵測 另外還有定時跟延時 它定時延時的話 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 平交道的控制 是用一定的距離 一公里左右 那你進到一公里 然後它就把 那個車後放下來 但是有時候車 開得很慢 它可能就開了 兩三分鐘才到 那你開了快三十秒 就到了 那我們這個 這套系統就是說 不管你開快開慢 就是三十秒的時間 我們才會把 車後放下來 所以 公路的 很難時間是減少 好 那我們這個 障礙物偵測 使用的是一個 光達的技術 就雷射雷打的技術 而且它沒有旋轉鍵 這是一個平面的 去接收 所以說它會很高 都非常高 而且它價錢非常便宜 它價錢就是 一般的國外的 不用分之一 所以我們自己做的 國內是自己做的 但是 這樣自己做的東西 其實國內 它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它 它是沒有業績 沒有業績 就是說 是新產品 所以不能用 所以說 我們這個 人生展示 就是業績說 我以前有 只裝過幾號 或三十號以上 結果這是新產品 新技術 因為它用的是二十年的技術 其實我們好像不能使用 所以說 台電就是說 那你要賣台電 叫我賣給國外 我說 國外問我說 好啊 那你們有業績 十幾 對 十幾 我說 我說沒有啊 你說你國家都不用 你為什麼賣給我 所以我們就遇到這種兩台 所以我們現在做出來 其實它有很多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的 產業政策 跟那個 我們的 那個 那個交通建設 是沒有辦法 配合什麼 好 那這個其實我們做 都可以拉到 因為我們 以為認證 就是給到這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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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